好 主播台北捷運已經是連續兩天接獲了恐嚇的信件 而昨天接獲的信件內容是楊言要在月台來放置爆裂物 而今天上午又再度的收到恐嚇信 則是楊言要在板南線犯下連續的殺人案件 警方是不敢大意 因此也趕緊來偵派警力巡邏 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由於這兩封信件都是在上午七點多祭出 而昨天的IP位置在日本東京 今天則是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IP位置都在境外利用VPN的跳板 來寄這個恐嚇的信件 因此警方也不排除恐怕是同一人所為 只是看在民眾的眼裡人心惶惶 因此警方他們也會在台北西門 還有像中校復興等等大型的轉圈 來偵派警力來因應 除了是在四處巡邏 看看有沒有這個爆裂物的放置之外 也會跟進車廂內要確保乘客的安全 以上準到清醒一選鏡頭的詹主播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歡迎收看小鈴鐺 字幕提供